好 在很多艺人带动之下呢 大陆的哈台风流行好一阵子了 前阵子流行的是台湾的书包 现在流行什么呢 你很难想象 流行的是经典的蓝白托 在北京到处买得到还很贵呢 一双到了北京之后飘洋过海 折合台币三百块钱再买得到 在台湾觉得它很台 不过在北京 它是年轻时尚的代名词 台客经典蓝白托 飘洋过海 红到北京城 这可不是山寨版 是价杠Made in Taiwan 鞋底还有台中出厂的繁体标签 蓝白托在北京摇身一变 成了进口货博来品 身价当然大不同 一双五十八人民币 折合台币三百块 不算贵 但跟台湾价格比一比 足足高了三倍 大陆年轻人依旧趋之若鹜 就是北京比较年轻 比较时尚的吧 其实有些还是 男孩子买的比较多一些 尤其是比如说红色 男孩子可能他比较喜欢红色的 一般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可能我们当时可能进的 可能就是红色是给女孩子进的 但是好多男生都比较喜欢 对台湾这个蓝白托 可能比较好奇 之前我妈妈买过一双这种拖鞋 然后很牢的 然后我就拿出来看一下 不止蓝白托 台湾潮梯包包饰品 就连过期杂志都能卖 看这期正好以蒋有博做封面故事 耿大大增加买气 他们是对于台湾的一些资讯 是怎么买的 大概可能看一些台湾的中期节目吧 中期节目 对还有偶像剧啊 大陆哈台 从明星电视电影到日常生活用品 台湾货在大陆成了时尚与品味的代名词 中期是杨世旭落媒北京报道